林园区养殖鱼产品行销发表会 16号在金鼎101餐厅举办 市长陈其迈化身鳗鱼狼 在现场一滩一滩的走访 还不时比出大拇指 大力推销当地的石斑鱼 和相关的产业 市府多年来全力辅导渔民 扩展更多海外市场与国际的通路 让养殖业者有更多元的销售管道 也让高雄的石斑鱼一直名扬海外 现在更透过冷练系统 和小包装的技术 要持续扩展国内外市场 而在产地的品质方面 近几年的鱼产品质都没有任何问题 包含在重金属 动物用药残留的检验都合格 保证安全无鱼 市长陈其迈也呼吁国内民众 能够多采购高雄品质最好的石斑鱼 来帮助渔民 同时更积极与电商平台合作 对于林渊区的鱼产品 市府绝对会全力相挺 这样高雄很新材 就是年龄人的特色 做事情都一包一包一包 都可以好看 都很贵地 所以这虚卫品质是最好的 所以离开 从天后 这个打风 这一支 国内的恐慌是有一定担任来听 我们用来 来尽量 向庆庆 得到最好的教育 所以今天就特别来这 我们带一边来 就是要来收拾 活动现场也安排多家在地厂商展示水产品 并且由获得经贸奖四位主厨料理在地的食班 示范简单易学的家常海味料理 透过水产品从产地到餐桌的串联 让小家庭也能用最实惠的价格 享用到在地鲜鱼食材